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两本跟食物有关的绘本 叫做《针板进食中》还有《锅子罢工中》 这两本书都是由日本绘本作者 叫做梵田佐野家的这位绘本作者 他所创作的食欲绘本 那他的可能台湾的读者对他这个名字不是那么熟悉 但是他有创作了好几本跟食物有关的绘本 然后其中这两本呢 他是有都是得奖的作品 他有荣获日本全国学校图书馆协议会选定图书 然后《针板进食中》 他还有是第三十件讲坛借惠本新人奖的家作 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得奖不是那么重要 而是他这两本书真的是让人脑洞大开 而且看完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有趣 这作者怎么会想到这样子很神奇的情节 那不管是喜欢吃东西的小朋友或是挑食的小朋友 我觉得都很适合亲子共读 那会推荐给学龄前大概三到六岁的小朋友 甚至连我们家只是六岁和九岁的兄弟俩都对这两本书印象非常深刻 他们有一次我们家收到了一大堆绘本的新书 然后他们两个最先读完之后 他们说只是最喜欢的就是这两本了 那这两本算是系列做的所以我先读第一本叫做针板进食中 那在台湾它是由三名的小山丘出版社所发行的 那我可以看到这个蝴蝶页上就已经有好多好多 各式各样食物的名称了 因为它故事发生的背景呢是在一家餐厅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它的色彩是非常的对比很鲜明的 所以看完之后会印象很深刻 那全书都是有注音的 所以就算是正在学习就是自己自行阅读的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哦 哎呦就在刚刚有个厨师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针板正在吃虾子啊 你看这边是不是很夸张他针板竟然开始吃他放在上面的食物了 那那那个那个吃虾子针板他 这位厨师吓坏了非常大声的喊着 可是根本没有人有空理他 那是当然的咯 这里是镇上生意最好的餐厅 所有的厨师又切又煮 全都忙得不可开交啊 你看这里好多好多厨师 每个人都手忙脚乱脸上的表情非常的急切 然后呢谁都没有注意到 这边有个这个正在吃虾子的针板哦 餐厅总算打烊了 那个晚上厨师又翻又看 小心翼翼的检查那块针板 可是他找不到任何可疑的地方 太奇怪了 为了测试那块针板 他拿起一只虾子轻轻的放上去 嗯啊哎哟果然会吃东西 没想到更夸张的是哎呀呀被你抓到了 没错啊我确实偶尔会偷偷吃掉放在我肚子上的食物哟 这就针板说话了 如果是鱼我就舀鱼尾小小一块而已啦 蔬菜的话我会往根部侧边舀一小口 至于肉类呢我只吃掉边边的边边一点点 不过今天的虾子看起来实在太好吃了 所以我就忍不住直接把整尾吃掉了 请你不要告诉别人哦 啊对了对了 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想拜托你 下一次我想吃吃看这家餐厅的菜啊 餐餐厅的菜 是啊你想想看 每次放在我身上的全都是那些还没料理的食材 我不想吃那些东西了 我想吃的是装在白白的盘子里 等着端给客人的菜肴 那一道道才刚起锅热腾腾的料理呀 镇板看着厨师声音听起来有点像在撒娇 拜托拜托嘛 厨师先生 嗯好啦真是拿你没办法 第二天开始厨师会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的喂镇板吃一些东西 镇板自己也非常小心 偷偷的巧巧的 啊嗯啊嗯 每天都偷偷的啊嗯啊嗯 就在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大家都在忙 只有他在偷偷喂镇板吃东西 每天都偷偷的啊嗯啊嗯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你看他还在继续喂镇板吃东西 你们发现什么事呢 好像镇板有点点变厚了哦 到了第三个月的某一天 咦 喂那边的厨师 那块镇板本来就这么大一块吗 糟了被餐厅里地位最高的主厨发现了 那是当然的咯 因为镇板发福后就变成这么大一块了嘛 喂没听见我在问你话吗 那块镇板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觉得大的有点奇怪吗 既然都露出马脚了 就不能再继续假装 厨师只好一五一十地 说出镇板吃东西的秘密 听到他竟然把大家精心烹煮的菜肴 拿去喂那块莫名其妙的镇板 主厨气得破口大骂 我命令你 立刻带着这块莫名其妙的镇板离开这里 哇对不起对不起 他一直道歉 突然有人说 主厨那个其实 我也有偷偷拿餐厅的料理喂那块镇板 对不起我也是 因为他一直吵着要吃 那个很抱歉 我也是每天都拿食物喂他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 这块得意忘形的镇板 竟然用同样的手法 跟不同的厨师要食物吃 每天偷偷地吃啊吃 难怪他会变成这么大一块 实在很抱歉 我不会再偷吃食物了 拜托你不要把我和厨师们赶出餐厅啦 拜托拜托嘛 主厨 而且要是厨师们都被赶走了 那要叫谁来煮菜呢 镇板说的没错 要是把厨师们全赶走的话 就没办法做菜给客人吃了 哼 主厨决定这一次就先饶了他们 从那天起 墙壁上就贴着这么一张纸 千万别为镇板吃东西 镇板千万别吃东西 他在镇板上打了一个大叉 因为没再吃东西 现在的镇板已经完全恢复到原来的大小了 不过这可是一块容易得意忘形的镇板哟 说不定他偶尔还是会偷偷吃掉 放在他肚子上的食物哦 看他又在偷偷咬这个肉的便秘便嚼 所以这本书是不是很有趣呢 就是怎么会想出这个镇板会偷吃东西 这样贪吃的镇板 还有很心软的厨师这样的一个组合 实在是太微妙又太可爱了 然后在同样的场景之下 他又出了第二集叫做锅子罢工中 这应该也不算第二集算是一个姐妹座吧 就是同样的这一家餐厅 然后这边的蝴蝶叶上也有好多 比如说煮到一半烧出来的红酒牛肉 梅番茄的番茄酱汁 然后梅红萝卜的法式蔬菜炖牛肉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就跟里面的这个故事是有关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锅子为什么要罢工呢 这里是镇上生意最好的餐厅 今天和平常一样店里好忙啊 前几天有位厨师买来了一个新锅子 颜色好看大好大小也刚好 真是个好锅子啊 看来厨师很喜欢这个锅子 可是事情好像和他想的不太一样 你看这就是这个 这个黄尘色的这个锅子 他看起来嘴巴皱成一团 为什么呢 哇哈哈哈哈 瞧锅子一笑 锅子里的东西就这么哗啦哗啦的流出来了 这是一个怪怪锅 他会在煮菜的时候突然大笑 有一次看见一位厨师滑倒 他就呜呵呵呵呵哗啦哗啦 还有一次看见一位厨师被章鱼吐了墨汁 他也嘿嘿嘿嘿哗啦哗啦 像刚才就只是因为有位厨师衣服 后面的酱油污渍 看起来像一张奇怪的小猪脸 他也忍不住哇哈哈哈哈哗啦哗啦 而且别以为只有这样哦 我讨厌番茄 他就把他吐出来 也不爱红萝卜 吐出来 瞎子讨厌死了 这个锅子竟然会挑食耶 他能一个不漏的将讨厌的食物吐出来 呸呸呸呸呸 锅子里的美味料理不知道已经被他搞砸多少次了 你不要太过分 要是厨师骂他后果就更不妙了 锅子会立刻闹别扭 紧闭头上的盖子任谁也打不开 结果这件事还是传入餐厅里地位最高的主厨儿里了 厨师们在煮菜的时候 你笑什么笑啊 因为太好笑了嘛 再说你身为锅子竟然还挑食 岂有此理 因为我讨厌红色嘛 真的是个让人伤透脑筋的锅子 总之厨师们在煮东西的时候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准你再拆口 锅子用不情愿的声音指挥了他一句 我才不要勒 这下惨了 主厨大发雷霆 他说接下来不让你做菜了 可以煮菜的锅子多的是 第二天开始 再也没有厨师拿那个锅子来煮菜了 我特地把它买来 现在去 厨师有点难过 再来看看那个锅子 他一副不在意的模样 就这样待在店里的角落 嘻嘻嘻地吹着口哨 吹了一整天 过了一个月 锅子觉得有点无聊了 他心里想 我应该可以帮忙煮个热水吧 过了两个月 锅子觉得好无聊 他心里想 我应该可以帮忙烫个青菜吧 第三个月后的某一天 厨房力比平常忙上好几倍 因为客人一直点餐 一道又一道 看准这个时机 锅子对厨师说 你们看起来很忙哦 非得我上场不可的话 我可以考虑帮帮你们哦 真的吗 哎呀 可是主厨有规定不能用你来煮菜 就在这个时候 虾子汤要15人份 店里的客人又点菜了 真是烧脑筋 为什么呢 因为店里的锅子全都用完了 除了一个锅子之外 是哪个锅子呢 你猜猜看 厨师们慌慌张张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时主厨走了进来说 慢吞吞的 你们在做什么 客人正等着呢 别管了 就用这个锅子去煮吧 好好的 遵命 厨师立刻开始煮汤 令人惊讶的是 就算放进了最讨厌的下子 锅子还是 闭紧嘴巴安静的忍着 而且就算 咕咕咕咕的声音此起彼落 还有盲成一团的厨师们喊着 好烫好烫 烫烫烫烫 锅子看在眼里 也都忍着没笑出声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厨师开始撒胡椒了 好多好多的胡椒呀 嗯嗯嗯 忍住要忍住 嗯嗯嗯 忍住要忍住 你看他把鼻子都皱起来 眉头也皱起来了 锅子用尽一气而力气忍耐 一个喷嚏也没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 因为他实在太想煮菜了 就这样 锅子终于煮好美味可口的汤 一碗又一碗热腾腾的汤 一一的被端上桌给客人享用 他整个脸都皱成一团 餐厅都关门了 锅子还是紧闭着嘴巴 看着他这个样子 厨师说 主厨有交代 明天开始 你可以每天做菜了 实在太开心 太开心了 锅子忍不住 嘿嘿嘿嘿嘿 大家别担心 锅子里没东西的时候 想笑多大声都可以哦 是不是两本非常有意思的 跟食物有关的厨房有关的绘本呢 那我一直都很喜欢搜集 跟食物有关的绘本 那三明把这系列的绘本叫做食欲绘本 所以我们家之前也有看过很多其他 就是跟这种各式各样 跟食物相关的绘本 我发现小朋友呢 就是不分年龄 几乎都会对这种跟食物有关的绘本 很有兴趣 所以假如有些小孩子他不太喜欢看书的话 你为了吸引他阅读 你可以考虑 那之前假如你喜欢这系列 就是以食物为主题的绘本的话 你可以看野志明家的系列 比如说像小草莓在哪里 好吃的服装店 还有天妇罗奥运会 还有好吃的服装第二集 我记得有两本吧 然后香蕉爷爷 香蕉奶奶 或是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吐司忍者 还有之前我记得还有像是 好像这是马铃薯相关的吧 男爵薯国王与五月皇后 是跟马铃薯相关的 这一系列的书呢 我觉得都很适合 跟水灵前的小朋友一起读 那就推荐给大家 那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找找看我之前 就是这几本 我也有录过影片 有写过分享的文章 那这两本书呢 在这次的三名中英文童书团中 也都是我的精选书单 有兴趣可以一起买哦 拜拜 拜拜